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安安 今天晚上有空吗 来一趟 我有些孩子的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有空啊 那我下班直接回家行吗 欣怡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也很想见欣怡的 那我们一会儿见 再见 可爱 安安姐约好了 好 我回去看看欣怡 那正好 我和你一起去 我也好久没有看见欣怡了 我跟安安 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聊 不太方便 你对欣怡可真好 爸爸对亲生女儿的感情 就是不一样 那好吧 我在家等你啊 你哎哟 你哟 绝了 你哟 你哟 一直有个人 是吗 不太方便了 好吗 这对我 不太方便啊 我今天提前下班了 我会太多了 我老板的招呼 你了 你陪我 在我开机 这对我 我着急回去 跟安安吃饭的 任总监 你最近不是都不回家的吗 走了 不会吧 又去找你舍舍 我去找你 一鸣 一鸣 十月受伤了 摔挺严重的 快去看看吧 爸爸呢 爸爸一会就过来 给爸爸 爸爸一定会很喜欢的 馨怡 他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馨怡了 你怨恨他吗 我只是 不想大人的事情影响到孩子 我倒还好 好咬就过去了 但我不小心 失去他 一直崇拜和喜爱的爸爸 你能这样想 很好 我的安安和馨怡 以后一定会过得幸福的 老师 我们再去找他 满意 我健康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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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师 我愿意 愿意 我愿意 cann1 您好 您好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外伤没打碍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最好留院观察到明天早上 怕有脑制当的后遗症 谢谢啊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好疼啊 明明哥 你别走 我害怕 一个人在医院 你狠狠狠狠的 尤其晚上 医院更可怕 你今天晚上 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明明哥 都是我不好 我知道你跟安安姐约好了 要去看心仪 不然 你就走吧 我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小的时候 爸爸也经常把我扔在医院 你去工作 我 行 算了吧 你都受伤了 我今天留下来陪你吧 谢谢你 明明哥 我最喜欢你了 请不吝点赞 打批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